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小花吃完只有青菜的饭 她便将人锁在家中 推着小车出门 她刚找到摆摊地点 不远处就传来许多尖叫声 不一会儿 大批游行的学生跑了过来 后面政府的武装力量追击着他们而来 枪声四起 十分的危险 小莲呆愣地站在一旁 看着逃窜的人们一时无法反应 同样来游行的安棚看见她后 连忙拉着她逃跑 直到枪声停止 小莲才回去找到小推车 推着她回了家 刚一回去就看见小花在外面玩 她十分的生气 将孩子带了回去 一边念叨一边惩罚 就像小时候她母亲对她做的那样 错误地教育孩子 但打在儿身 痛在母心 小莲痛苦地坐在地上哭泣 董事的小花也来找她道歉 母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有人突然发现 推车的柜子上竟然有一道血痕 她小心走过去打开柜门 已经死去多时的平头男从里面倒下 她也是游行的一员 为了躲避镇压 偷偷溜进了柜子里 没想到 依然没有逃过死亡的命运 小莲见到死时后并没有害怕 反而洗干净手后 把尸体上的血迹擦洗干净 熟练地割下对方的肉搅碎 做成肉馅保存起来 这天小莲去药店给小花买药 恰好碰见了之前拉着她逃跑的安棚 有人心里微微一动 飞快地离开了 之后她跟她女儿说真话 想要在家中开一家米粉店 汤料就用人肉来做 而这也是跟她母亲学的 母亲处理过 将残汁全部倒进一个大锅里 再加入其他香料 闻起来十分的香 当初有个男人对她心怀不轨 跪一搂抱住她 在她身上蹭来蹭去 她母亲见了后 直接把人拉到一旁的桌子前 用锤子狠狠击打男人的双手 很快止语一下阵阵惨叫 男人同样也是被处理的下场 小莲的米粉店开业了 因为加入了新的佐料 客户们都十分喜欢 每天来吃的人论一不绝 声音十分火爆 小莲再次见到了安棚 前两次的见面 已让她的内心隐约萌发了情愫 她不自在地放下手中的碗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让对方吃米粉 而自那天之后 安棚常常来帮忙 招待食客 清洗碗具等等 两人还一起去买菜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亲近了不少 这样小莲的内心还是甜蜜 这天 结束了辛勤的工作 小莲勤劳地收拾着东西 债主突然带着两小弟登门 不停地威胁恐吓要钱 看着咄咄逼人的男人 小莲的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愤怒 她猛然将刀插在案板上 却依然为三人准备了米粉 随后 她看着空荡荡的外面 悄悄关上了门 第二天 安棚提着东西来到小莲家时 我们还是紧闭的 她在四周绕了一圈 大声喊着小莲的名字 却没有人回应她 并好奇地从门缝看过去 没想到 小莲也躲在里面看着外面 两人眼睛对眼睛 看见是安棚后 小莲才将她放了进来 看着店内凌乱的摆设 以及小莲嘴角的瘀青 和身上的伤痕 男人担心有恋爱的搂住女人 小心安慰着 但事实与她所想的相差甚大 小莲平静地靠在安棚怀里 回想起昨晚的光景 当时 她请债主三人吃的米粉里 都被她下了药 等三人吃得干干净净 她一刀就砍在了债主的脖子上 两人很快口吐白沫倒下 哀嚎生振振 她看着跪在地上 想要求饶的男人 揪着她的头 用力撞向一旁 小莲一刀将她劈了 才抹了一把脸上的血 她平静地处理尸体 将了几人都搬到后面 然后清洗地板 再像之前那样的清洗尸体 进行切割 就在小莲回忆时 安棚对她的恋爱 到达顶峰 承诺要一直陪着她 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 跑到床上去按摩 小花偷偷躲在门外看着 就像她当初偷看小莲丈夫 和情人偷情一样 那两人不仅狼狈为奸 还谋划着又刷掉小莲 被丈夫及情人发现 他俩竟然打算一不做二不休 等小莲回来 发现门口女儿丢下的拐杖 连忙冲向后院 为母则刚 她想要救出女儿 竟然遭到了两人的阻拦 小莲被情人绊倒在地 她死死咬住对方的腿 疼得女人没了力气 小莲才站了起来 满嘴是血的 拿刀砍伤想要逃跑的丈夫 男人大叫着倒在地上 头正好撞上帽间的竹子 她不断哀嚎着 情人想趁机逃跑 刚爬到大门口 小莲被追了上 她一刀砍伤了女人 收拾了两人后 她去水缸找女儿 回到县时 安鹏在和小莲温存后 来到沙发上 发现了放在桌上的药物 是小莲经常去药店买的 下面的抽屉里也全是这种药 但买了却没有人喝 全部堆在抽屉内 男人看着药 又扭头看了眼充满秘密的小莲 随后跑去了后院 准备离开时 放在水缸上的拐杖 兴了她的注意力 安鹏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具尸体 显然是小花的 当初女儿死后 小莲就出现了幻觉 常常幻想女儿就在她身边 两人如往常一样生活 但实际上 一直只有她一人 无论是吃饭还是惩罚 都只是她一人 小莲看着变得十分冷漠的安鹏 忍不住大哭起来 她快要崩溃 当她想将女儿捞出来 但就是娶不出来 从此 杨娃娃变成了小花 安鹏跑去报了警 面对警察的询问 小莲却一言不发 她听到警察询问她丈夫和情人两人时 她有点不安地回想起当时 她将两人绑了起来 为了折磨他们 她每次都会割下两人的肉 并进行胭脂处理 情人的胳膊已被砍下 而小莲由不解恨 她扯下一旁的铁线 从丈夫的脸庞扎进去 将他们两人的脸穿在一起 才重重盖上门离开 警察的询问让小莲感觉到 她像坐在火车轨道中央 随时面临着死亡 她不停地扣着身下的座椅 将手指头她扣出血来 而警察的询问终于结束 小莲按下血手印离开 这天 小莲再次将头伸进水缸里 只有压力过大时 她才会这样 这次是因为她发现 安鹏静小令结新欢 对方是个亮妹 年轻又漂亮 小莲的内心充满了记痕 她想起她的过去 那时她也是花样少女 一个男人 却将她的头按进水缸 欲行不轨 还好她的父亲来了 但接下来的事情 令小莲更加绝望 父亲赶走那个男人后 竟然强迫了她 没过多久 她就怀孕了 很快 她父亲便把她嫁给了 现在的丈夫 躺在地上的小莲 回想着她可悲的一生 第二天 就跑去找了亮妹 将人带回了自己家 还在水里下了药 等人晕迷后 她便把女人关进柜子里 里面半柜子都是血水 药效并不强 亮妹很快清醒过来 从水里冒出了头 发现自己被关 她不停拍打着上方 而里面不止有血 还有其他人的尸体 包括丈夫情人的未婚夫 小莲当时本来只想赶走男人 没想到对方非要寻找未婚妻 不爽的女人直接给了她一刀 未婚夫倒在地上 小莲将痛苦残教的男人 拖到后处 把她的四肢绑了起来 随后她端着准备好的香料 来到未婚夫面前 把调料一点点塞进去 再拿铁棍搅合好 确保男人两颊被塞得鼓鼓的 一丝一毫不会露出来 只等她被淹入胃 未婚夫却不死心地逃跑 她打开一扇门 看到惨死的未婚妻吓得大叫起来 小莲来到她身边 一刀砍断了几根手指 又把人拖回去 勾住她的后背吊起来 一管子插入对方的身体放血 在女人离开后 后背皮肤实在勾不住 直接被扯断 未婚夫从上面吊了下来 趴在地上不动了 亮妹看见未婚夫的尸体 还有各种断头残肢 吓得大叫起来 而安鹏得知亮妹来到小莲家 飞速地跑了过来 小莲正在准备香料 看着着急的男人 她将人放了进来 发现对方的温柔对象 早已换了别人 她心里很不爽 找了个借口离开 打算去处理亮妹 下去后却发现 底下白气缭绕 柜门被打开 亮妹也不在里面 小莲在四周找了两圈 怀疑对方还在水里 亮毛伸手在里面翻找 而亮妹其实就躲在一旁 看着背对着她的小莲 想把人推下去 却失败了 她赶紧往外面跑 却看见小莲丈夫的尸体 吓得瘫坐在地上 但危险还未解除 亮妹小心地在地上爬着 躲避已经追来的小莲 雾气很大 谁也看不见谁 两人在里面玩起了捉迷藏 亮妹终于找到了一条路 她抢忍着泪水来到楼梯处 小心翼翼地走了上去 她的脚突然被刀划伤 女人尖叫着倒在地上 被小莲拖走 小莲打算尽快处理亮妹 她将晕迷的女人搬上了台子 另一边安棚正焦急地等待着 她突然发现了亮妹的包 便去后面找人 正好看见小莲将钉子 盯入亮妹的手心 她赶紧冲出去阻止 将小莲推到一旁 焦急地喊着亮妹的名字 小莲愤恨地盯着她 拿起了一旁的刀 二边传来孩儿童的笑声 她崩溃地哭出来 拿着刀跑了出去 声音一直在她脑海里盘旋 叫嚣着让她杀死所有人 她提着刀在街上乱跑 而安棚救出亮妹 却被对方怀疑是小莲一伙的 她连忙解释 却发现小莲不见了 便赶紧出去找 小莲已经来到了火车铁轨上 崩溃而又绝望地哭着 继续往前走 她回想着她悲惨的前半生 因为怀了孕 小莲父亲找了男人 便把她给嫁了 而之后 她母亲给她的父兄下了药 把他们做成了食物 想着母亲的教导 小莲来到桥上 看着下面流淌的水 仿佛看见女儿从水中浮了上来 安棚终于找了过来 想要劝说她 但小莲脑海中的声音越来越大 她痛苦地捂住头 从桥上跳了下去 安棚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跑了过去 而警察也赶了过来 他们在水下搜寻 却什么也没找到 夜色已晚 警察决定收工 安棚则被当作了遗犯 被带回了警局 另一边 小莲从水中爬了出来 回到她阔别已久的家 穿过肉鳞 母亲就在对面 对着她微笑 小莲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回归了母亲的怀抱 电影到这里 就结束了 发生各种问题的根源 都来自激烈动乱的家庭内部 小莲的人生 真是映照了这句话 本篇更像是一部悲情文艺片 现实与回忆不断穿插 自己场面也是不少 总体来说很值得一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世界和你 下期再见 拜拜